哨声一响 骑士纷纷减速 这时却出了状况 一名骑士硬是要喘黄灯 从两位骑士行驶的缝隙中卡进去 女子被撞到一个重心不稳 惨摔在地 包包鞋子全都喷飞 真的好惨 另一个画面 远警哨子都吹起了 男子才紧急刹车 当场被拦插 事发就在新北市淡水区 明泉路雨自强路口 13日早上8点30分左右 男子硬是要钻两车的缝隙 强行通过 就这样狠狠地把女骑士撞倒 女子两手膝盖往下扑 惨跪在地 慢慢牵起车子后 再穿起鞋子 车厢里的物品也都掉在地上 只能狼狈捡起 这下男子看似是在赶上班的路上 这么一闯黄灯 害人又害急 另一个车祸同样也好惊险 只见一辆计程车左转 完全无视路上再过马路的行人 就这样硬生生撞上 事发就在台北市中正区 福州街22号旁的巷口 明明就差一两步就能通过路口了 但计程车并没有减速的意思 一个左转弯 夫人就这样惨遭撞击 躺窝在计程车旁 警方获报后 也赶紧前往现场处理 事后警方也将调阅监视器 厘清肇事责任 只是驾驶人若不再仔细注意车前状况 行人地狱的事件只会持续上演 记者新北台北综合报导